汹涌长浪一坡接一坡 浪高两到三米 不断拍打岩石 光看就出目惊心 墾丁帆船时大雨下不停 仿佛用到的 原本坐满游客的南湾沙滩 也拉起封锁线 海巡更来回走动 加强巡逻 目前的话我们在 目前在墾丁地区的各个的 随意游戏热点里面 都有架设封锁线 也呼吁民众不要轻易地 跨越封锁线进到危险管制区域内 未来预防传风好雨 业者已把洋伞以及船都收起来 保好固定 台风逼近肯定大街 只剩小猫两三只 就怕发生危险 不少游客提起行李 大包小包 准备坐车离胎 原本是三晚四天的 可是因为台风 我们今天会走了 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 一点点 我是第一次来肯定 第一次来就遇到台风 想来玩水 不能玩水 只是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就是不怕 在中国有遇过台风吗 台风到了就比较弱 就连包车业者也受影响 行程还没走完 只能先撤离 我这边就有四位客人 问题有八十几岁的老伯伯 所以我们还是尽快地撤离 其实今天的行程 是在肯定这边还有一些行程 那因为路景已经发布了嘛 基本上所有的景点不会开 那我们只能往是去撤离了 山土而逼近 横冲漫岛首当其冲 游客纷纷撤离 多台风 明星文中岛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